大家好,今天会带大家来实现一个我们叫ASPECT的一个限流器 这个限流器它其实主要有几个作用 首先在很多场景中我们不希望某些特定的接口或者方法被频繁的调用 所以在很多地方你可能都会看到限流器的概念 比如说假设在一个Web2的世界里面 你的网页前端可能对一个按钮的点击可能会有一个限流的这么一个概念 避免用户多次频繁的点击某个按钮 所以其实在合约层面我们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需求 比如说在一些空投或者是FreeMint的这种场景中 我们不希望用户去频繁的领取空投或者是Mint过多 我们发放这个FT 因此我们可以设置在一个时间的间隔内 用户只能去调你这个合约一次或者是几次 这个限流器这个项目其实最早是由我们社区成员 这个Shening Drey在我们之前的BuildSung做的 目前我这边做了一个稍微简化一点的版本 也方便大家学习和了解这个ASFACT OK那我们就不多说了 我们直接开始讲这个如何快速上手使用 使用这个ASFACT去开发一个限流器 首先我这里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一个交售架 这个交售架里面其实都是由我们这个ASFACT Tool来生成的 它就是一个完整的这个Assembly Script的项目 可以简单看一下这整个项目中有这么几个文件夹 首先第一个是ASFACT的 这个也就是说我们就是ASFACT的这个逻辑 后面都要在这个文件里来实现 Contracts呢这里是我们的一个实力的一个合约吧 后面演示限流器的时候 我们会用这个合约来去给大家展示一个限流是如何工作的 以及它工作起来效果是怎么样的 Scripts这块我们提供了一些比较常用的 这个和ASFACT的互操作的一些脚本 并且我们也写了一个简单的测试 这个测试可以向大家展示这个限流器的工作效果 最外层的这个文件其实就是比如说packageRJSON 这个可能大家都比较熟 如果做过JS或者TS开发相关的工作的这个同学们 这个基本就是一些编译啊 一些部署的啊 一些指令 Project Config呢 首先我们后面是要直接把这个限流器部署在我们的TestNet上 所以这是配置了一个我们的测试网的一个节点 整个目标的结构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下面呢我给大家简单演示一下 简单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如何用ASFACT去做这么一个限流器 OK那我们现在开始开发我们的限流器 首先如果大家之前阅读过我们文档的话 可能已经了解了一些ASFACT的一些基础性的操作 因为我们要做的限流器我们计划是从两个方面进行限流嘛 首先第一个是访问次数 第二个就是访问的频率 我们的访问频率会根据这个时间来做一个判定 次数的正常的你可以调用这个接口的一个次数 首先我们希望这个限流器它是一个可配置的 具体的访问频率以及这个访问的次数啊 其实我们都是可以通过我们一个叫ASFACTProperty的一个东西 然后在ASFACT进行部署的时候出手挂到这个ASFACT里面 那么首先第一步我们可以从这个ASFACTProperties里面 把这个限流的配置给读出来 如何读取呢 比如说我们首先第一个我们叫interval限流的频率 我们可以用sys.aspectProperty.get 因为我们限流的频率我们默认会存一个油影的64嘛 所以这里通过这个sys.asfACTProperty的get 就把配置信息给加载出来了 但是这个配置信息它不会自己平衡出现 我们在部署这个ASFACT的时候 它其实是需要我们通过这个交易来初始化进来 第二个是我们可以去读我们的这个执行次数 我们可以相同理吧 通过sys.asfACTProperty.get 把这个执行次数给加载出来 但是你也可以去存一些其他类型的数据 就比如说你可以存这个stream啊 或者是一些像是bytes之类的这种 其实也是都是可以的 到时候反正大家开发aspect的时候 就看大家具体的需求 这只是做一个简单的演示 我们其实是需要把一些我们需要的基础信息 从这里看到我们这里有个precontract 靠input嘛 这里面呢其实是为提供一些 我们当前靠的一个基础信息 比如说给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当前靠的这个 在DG号呀 Rest是什么 Data是什么 from to value都是什么 大概会提供这么一个信息 或者以及是当前的block的一个信息 对 然后大家都可以从这个 这个编辑里做一个读取 首先我们的contract的address呢 我们可以从这个inputcall的tool 其实就把当前我们正在调用哪个合约的地址给读取出来了 那sender是谁呢 sender其实我们也需要知道这个信息嘛 因为我们毕竟是根据每个账户给它做不同的线流 比如说你的账户A调用我们这个合约 它的线流应该跟账户B是不冲突的 对所以说我们也需要把这个就是交易的from给拿出来 对所以通过这两种方式我们可以去获取到这个信息 因为这个from跟to它默认传进来的都是一个rollbyte 比较不好语以及去做处理 所以说这里我们就通过一个helper function 就unibar array to hex把它转成了这个hackstream 这样的话后续我们比较好做的操作 当然大家如果对这个账户效率或者是gas消耗有一些 它做一条pimentation的话 其实unibar array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数据结构吧 对但是这块也不展开细讲了 这里其实我们因为整个aspect它是一个mutable的嘛 所以我们可以根据去存储这些这个aspect的一些信息 去做对应的这个线流的一个识别 我们可以去做一个简单的storage prefix吧 因为现在aspect里面所有这个存储它其实都是这种kv的存储 目前暂时还没有支持结构化的存储 所以说我们需要主动的去管理 这个就是aspect的状态是怎么在这个数据里存储的 是怎么在这个state里存储的 这里头我们用了这个contract address和from作为一个key的一个前缀吧 后面对于不同类型的数据我们也比较好做区分 在一步我们可以把这个当前的这个blockstamp time stamp加载出来 然后加载出来之后我们就可以与我们这个账户 可能上一次访问的这个blockstamp做一个对比 如果它当前的blockstamp和之前访问的这个区块时间 它们之间的差值等于这个我们的intero这个频率 那我们认为它可能访问过快了 假设是没有假设是大余量 那我们就认为它其实访问的频率是正常的 不合我们的预期我们就可以让它通过 对所以这里大概是这么一个逻辑吧 因为大家可能在用这个precontract call input的时候 可能会遇到一个情况 你需要的某个值可能在这里面找不到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需要block time 在这个input里你发现没有这个值 那其实对于一些底层的block context 我们也提供了这个对应的获取方法 当然是可能需要通过一个比较底层的host API来获取 所以说这里给大家做个演示 如何从这个底层host API直接去获取到区块的时间 当然大家如果发现你需要某些信息 在这个input里找不到 我们官方文档里也会有所有的当前这个切连 可以获取到的key 那边的key可能会更全一点 我们大部分的就是跟底层交互的这个host API 都在sys.host API这个namespace下面 然后大家可以去根据对应的模块去找 比如说我现在要访问的是一个rentime context 就是整个区块链执行的一个上下文 这里我就可以用它的一个guide方法 可以去获取blockhider.timestamp 这样我就可以拿到一个未解码的一个刚前的区块时间 要怎么把这个区块时间转成我们需要的呢 那其实因为我们这里返回的数据 其实默认都经过了这个perlbuff的incode 所以我们这里需要去手动的decode它一下 这样我们就可以拿到一个number形式的一个blocktime 这样我们就拿到了当前的区块时间 我们现在可以去带来上次的执行的这个timestamp 就是说我们这里我们就会去用到 我们smack的本身存储的一个实验状态 如果你需要去读取aspect或者写入aspect的自己的这状态 你可以去访问这个sys.aspect的这个namespace 就是aspect存储或者是状态相关的一些所有的操作 你都可以通过这个namespace下面的方法去操作 就是说它有一个multi state 我们可以去get一个664吧 因为我们这里存的都是timestamp嘛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把我们可能之前存的一个数据给下载出来 如果我们仔细看这里的话 它其实跟这个perlbuff的一样嘛 假如你需要存储其他类型的数据 你可以换成往street什么之类的 其实都可以 这个multi state它就是一个可读写的一个实验状态 你也可以不仅可以get也可以set 这里就是我们就拿到了上次写入的一个实验 这里也会有一些默认行为 就比如说你p下面对应的存储 它没有存过东西 那这里发挥的其实是个0 也就是说如果这是第一次访问的话 那上次执行实验就是0 就是没有执行过 当然这块我们具体要用的时候 因为这个是一个multi state value的一个变量 所以它具体要用的时候 它需要被unwrap出来才是一个实际的这么一个number 下一步的话我们就可以开始做我们的比较了嘛 比如说我们的上一次已经执行过了 并且我们的block time减上一次的执行时间 是小于我们interval的 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去回馈这笔交易 证明这个人可能访问太快了 我们就简单写一个sortle的 如果没有的话如果它已经超过我们的渐流频率了 或者超过我们的时间了 那下一步我们可以去检查它的执行的次数 如果执行次数也没超的话 那我们就把这笔交易放行 那怎么去读取执行次数呢 其实跟这上面是一样的 我们是需要去 我们还是去盖它一个U64嘛 我们的假设就叫exec times吧 这里就存储了我们的执行时间 反正就是这个存储具体需要怎么存 其实都是大家自己定的 我们这只是定了自己的一个规范嘛 就比如说是根据每个不同的合约 雕用人以及不同的存储数据的类型 去做了一个 拼了一个storage的key出来 大家具体在做自己的项目的时候 也可以采取类似的策略 去管理自己的存储 这里我们就把execution time的state拿出来了 我们的execution time跟上面一样 其实我们需要unwrap一下这个值 才能拿到这个具体的次数 如果我们的limit是存在的 这个limit就是大于零的情况 它之前已经执行过了 我们的execution time 就是execution times大于等于limit 它的执行次数也超了 那我们就可以reward这笔交易 就是execution time 就执行次数超了 最后的时候我们因为已经执行完了 其实我们需要date一下之前的这个数据 比如说我们的执行次数 我们需要设置说之前的execution time 我们需要加1对吧 因为它之前已经访问过了 现在又访问 那我们需要加1 并且我们的上次执行时间 我们需要把当前的block time 给set进去 这样下次再进来的时候 这里检查的就是我们这次区块的时间 就把这个区块时间更新了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一个aspect的实现 有一块忘记给大家讲了 因为大家也看到这里 这个切点的方法是precontract call 这个意思其实就是说 当这个aspect当某个合约被调用的时候 在它靠具体执行之前 这个aspect里我们写的这一部分逻辑 就会不会出发 当然你也可以在执行之后 去实现一些逻辑 你如果需要的话 当然这个会有一个 我们也会有一个post contract call gp 或者是post teacher execute 或者是preteacher execute 这个都是对应的不同的切点 大家有兴趣的 也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的文档也会提到这部分 关于切点的一个介绍 这个其实就是aspect的一个出发时机 我们这里只要这个合约被调用 不管是通过交易 还是合约内被靠到 然后我们aspect的就会出发 这条线路的检查 这个就是一个我们一个简单的aspect的一个开发 这个我们就卸完了 也简单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合约 如果这个合约你需要去绑定一个aspect 大家记住要实现一个 这个aspect owner的这么一个接口 这个接口它其实input的就是一个user 一个address return一个boot 大家只要实现这个接口就可以了 具体里面的交易逻辑 大家可以去自行发挥 当然这里我们就这个就比较简单 如果user是deployer的话 那我们就return true otherwise 就是false 因为如果你想去把合约跟aspect的进行绑定 我们一定需要是aspect owner进行操作 因为aspect本身有能力去变更这个世界状态的一部分 它也算是state transition function的一个状态转移函数的一部分 所以绑定aspect到你的合约 其实是一个有一定风险的一个操作 所以我们希望合约的开发者在对aspect进行绑定的时候 一定要自己认真地去追悦过这个aspect code 或者是有对应的安全审计 大家才可以去做这个操作 这个就是整个我们如何去build一个stiritaler的aspect 就简单给大家做一下演示 我们可以其实去build一下我们的aspect 我们就可以跑一下npm 在项目的根目录跑一下npm runaspect build 具体的这些指令大家也都可以看一下 对有新决定口 大概有这么多指令吧 这里我们跑一下aspect build 它其实就会在这个build的目录下 去给我们生成一个aspect的一个生成物 主要会用到这个release.warsom 这个就是我们aspect的字节码 因为我们需要去部署aspect和合约码 所以说我们其实需要用我们的脚本去创建一个账户 这个账户你跑这个account create这个命令呢 就在你项目的根目录下就会生成一个private key.txt 这个其实就是你的私钥 后面我们也都会用到这把私钥去部署以及操作这个aspect 这个生成的地址会在这块print给你 拿到这个地址之后呢 那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这个testnet faucet 就去到我们discord这边 这里会有一个testnet faucet 然后去给自己去申请一些测试用的token 就比如说这里一定要打这个$request 空格加你的地址 然后回撤发出去 成功的你就会收到一个response 看这就是我刚才发的 大家会拿到一个alt的这个token作为测试 ok现在我们的这个测试账户里就有钱了 我们就可以开始去部署我们的合约了 我们先跑一下我们的contract deploy 这里呢就大家主要看这个contract address吧 它的一个合约的我们部署好的合约地址 我们先记录一下 跑完这个之后呢 我们可以跑我们的aspect deploy 这里的话那一来说我们可以把这个interval和limit都传进去吧 通过property的方式传进去 这里呢你可以去指定一下 就比如说你的interval是几 limit是几 就比如说我们的这里interval是5秒吧 我们希望那合约方法每5秒只能被掉一次 最多只能被掉两次 把这个配置进去 当然这个东西就是这两个interval和limit的这两个参数 具体怎么转换成这个property里面的处具的 在aspect deploy这块的js代码里怎么做转换 这里其实也是有对应的这个代码 大家可以去参考 我们来跑一下这个aspect的部署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部署的这个aspect的ID 这是我们aspect的地址 那个合约跟aspect都部署好了之后 我们有一步比较重要的操作嘛 我们要把它们两个连接起来 这样你的aspect才能被触发 就是当这个合约被掉用的时候才能被触发 所以我们需要把它做这个band的操作 需要做这个contractband 这里需要指定一下aspect的地址和合约的地址 对我们aspect地址刚才已经复制了 合约的地址我们也复制过来 大家注意一点 因为我们这里演示的时候用的 所有的操作都用的是同一个账户嘛 所以说这个账户它一定是合约的owner 但是大家在具体开发自己项目的时候 如果合约的owner有一些不同的交易策略 那大家也是最好去根据实际情况 来调整部署的帐户 这等的有点久了 这里因为刚才不小心把contract和aspectID填反了 这里我是重新订阅部署了两个 大家在自己操作的时候也注意一下 这里可能会比较容易搞反 用它的increment的方法 可以看到第一笔交易已经成功了 然后可以看到第二笔交易其实失败了 因为我们的调用频率间隔是比较短的 因为第一笔交易它其实间隔是 它一定会成功 因为之前没有调用过 第二笔交易它因为在第一笔交易之后 立刻就调用了 它其实是不满足5秒间隔的这么一个区间的 所以说它其实这里看到它的status false 这个交易失败了 第三笔因为说我们第二笔在执行的时候 它等了10秒 所以第三笔又成功了 后面的可以看到全都失败了 是因为我们当时部署这个aspect的时候 它的执行次数的限制只有两次 所以说它其实就只能成功两笔 后续可以看到全都失败了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线路器的一个效果 大家可以根据我们的boipler提供的boiler plate 来手动的实现一个我们的限度器 来增加一下对aspect的一个更深的理解 我的内容今天就这么多 谢谢大家 哈喽各位 欢迎来到EVM++挑战第二堂课 相信大家已经在第一堂课中 跟随Jack通过初步完成了一个简单的aspect用力开发 已经了解到了什么是EVM++ 以及说什么是aspect 如何用大家更熟悉的语言javascript 来实现一个很简单的这个aspect用力开发 那在这次的课程中希望能够说 通过一些用力启发 能够让大家更好的完成EVM++挑战 从而获得这个最多的奖学金 好那咱们开始 对 加大供应的话支持构建多种dab 包括轻量级的dab 就是合约本身 也可以包括EVM大家的智能合约 索尔医学的智能合约 和大家用javascript开发的aspect 结合成的这个高级dab 也可以说把aspect本身作为一个单独的公共服务 那这次其实我自己倾向于 推荐大家采取第三种 把aspect当成一个基础的公共服务 那这样子大家可以只专注于aspect 就会比较简单 那其实aspect能做的场景有很多 比如说在链上安全方面 那这个最典型的项目就是2022年的时候 那个Syrex它通过做链上的安全 这个融了很多钱 那如何通过aspect来实现 下次的链上的安全保护呢 我这里面可以列举了一个运行式保护 它实现了EVM环境下 没法完成的这个高级别的风控 考虑到EVM环境 没法得到transaction的运行式信息 需要结合很多外部的链下数据 以及它的EVM环境下很昂贵的计算 那在链上可以通过添加实时检测 然后实时规则 以及实时拦截 来实现高级的链上风控 那一个概要实现 通过用assembly script 来实现检测运行式的数据逻辑 并且这个把如果发现这个 转萨生存在作恶的情况 就把它给revert掉 这里面我也提供了一些代码 大家可以这个PPT本身 在这个课程的文档中 大家不一定说 非要去仔细看这个文档 就可以通过这个拿到这个PPT 去点击这个技术博客和仓库 看这个参考用力 总共也才不到100行代码 我们就能够复刻 这个客户合约当时的漏洞 并且通过aspect 来在链上实现防冲入攻击 那aspect的话 其实有很多类别 比如说可以对某一个 专属的这个安全aspect 比如说你做了一个交易 这个swap 在前面的用力中 那对于这个破合约 可以由一个aspect 来专属的自己安全 那这个aspect代码 就只适用于这个 debt代码逻辑 那当然除了你本身的专用aspect 也可以作为一个通用aspect 就是你只设计一个aspect 无论什么应用 都可以去调用你的aspect 来实现规则的配置 一个通用的安全防护 那有些更进些玩法 就是说可以把这个 你的通用的aspect 进一步的引入赏金机制 然后激励机制 治理 甚至这个代表生技学 取得aspect 不在是一个工具本身 而是一个真正的 有现金流的一个项目 那除了安全领域的话 也可以考虑这个befi领域 比如一个很典型的 就是session key 那这个最典型的用力 就是说通过session key 来实现在大家在交易中的 one click trading 无论是金融也好 还是这个游戏也好 通过引入session key 它可以模拟这个 EOA钱包签名的动作 从而大大的减少你的用户 每次交互的时候 与钱包的交互 从而能够增加用户体验 并且保持安全性 保持顺滑 那这个aspect实现30key的话 逻辑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注册subkey 然后用户可以通过这个subkey 来进行验证 那就直接避免了这个用户 去钱包再进行多次的交易 GIT Call 另外一个典型的这个功能 大家可以说通过GIT Call 因为本身它其实利用的是 EVM transaction 它原本是不可定制化 但是通过aspect 可以定制化合约的功能 那就可以往合约 它在执行一个逻辑 执行一个transact 执行一个生命周期中 去插入逻辑 所以它可以叫做这个 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插入逻辑 对 插入即时交易 这里 那通过这个插入即时交易 其实能够实现很多 有意思的场景 比如说在DeFi场景 可以这个实现 当你的价格到一个清算条件的时候 出发一定的逻辑 比如清算逻辑 那对AMM的话 可以说当执行交易后 当这个价格滑到某个区间的时候 触发限单价 在AMM中参加Limi Order 这也是用于Swap V4的实现的功能 或者在这个交易前 如果存在MEV 可以通过GIT 触发MEV的交易 实现保护 游戏场景的话 可以支持 触发NPC的任务 来实现一个链上的NPC 也可以说到达某一个区块高度的时候 自动触发地图 天气等这个随机性的刷新 也可以说支持你的用户 在玩的时候 与AI的这个player进行交互 那其实抽象过来的话 就是一个Intent Century Protocol 是一个意图导向的合约 那这里面其实举了AMM 和这个Limi Order的例子 AMM的执行过程中 它其实也有各个环节 它可以在这个交换的前后 去插入Hook合约 来执行原本 要这个Limi Order 也就是限单价的一些操作 那就实现了一个AMM合约 能够实现限单价的基本功能 那其实这也是利用了这个Aspect的这个链上的Intent 以及事件驱动编程的特性 那其实Aspects能做很多事情 包括安全领域 DeFi领域 游戏领域等等 那这里面就是放大招了 给大家提供了一些思路 如果说大家没有一个自己的思路 可以参考这里面的思路 这里面的描述和设计和类型 去尝试完成一个Aspect的开发 其实都比较简单 所以大家最后完不成 或者说完成的只是一个半成品 也没有关系 也都会给大家完整这个最后兑现奖励 那如果大家在中途遇到什么问题 无论是idea的问题 还是说是这个代码的问题 都可以找自己的mentor 那我在这里面其实列了一些 表格中的idea 大家可以转用 当然也可以更鼓励大家 去选择自己的idea 因为说我们本身这次课程 其实也是为了之后的客戳服务 那idea里面可能包括DeFi 包括游戏 包括一些中间键 甚至包括AI 好 那这期的课程就到这里 大家有任何问题 可以在群里讨论 也可以找我们的专属mentor 来帮你们进行答疑 我祝你们完成项目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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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